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摩托车可能还得去再考一个驾照 但是现在我就可以在泰国开车上空 早安迪卡 我是在泰国经脉的小马马克 今天呢起了一大早 准备带你们一块去泰国的交管局换驾照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流程呢 一块跟我走吧 在才早上八点钟 可是前边已经排了很多的人 他们很早就会过来 然后这边呢也已经排了很多的人 幸好我们来得比较早 就是陆续的还在进人 所以就特别的好找 你们直接在那个谷歌地图上面去搜索青麦交管局 然后他就能直接导航进来了 然后他的外观是一个这样的小紫色的房子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二层的这个位置了 然后能看到二十七号窗口 换驾照这个地方已经有很多人 我觉得那个小姐姐还挺友善的 到了那一个二十七号窗口 他就会给你捋每个资料 每一个你需要去填写什么样的内容 他会帮你画出来 你再去把所有的内容填上去就OK了 就会给你一个这样的允许证吧 具体准备什么样的资料的话 我跟大家来捋清楚一下 首先两个是在国内需要准备好的 一个是你的原护照和护照的复印件 还有就是你的原驾照和驾照的双认证 这个双认证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国内就做好 我是找的中介花了不到一千块钱 其他的三个资料是在泰国需要准备好的 第一个就是你在泰国的移民局开的那一个住址证明 第二个就是泰国的体检中心出具的体检报告 第三个就是在泰国入境的时候给你发的那个入境许可证的复印件 总共是五个东西 到那个窗口 只要把这个东西都给那个工作人员 你就可以去参加考试了 45分钟的课现在已经下课了 虽然我在过程当中真心的有很多东西都听不懂 但是他的那个所有那些图啊 还有指示 还有一些视频 还是能让你稍微明白一点点的 如果你要是之前对泰国的交通没有特别了解的话 还是需要自己去查一些他的一些规则 通过了所有的测试 拿到这个小条以后到这边来等着 这个屏幕上面会有号码 能交到你的号码的时候 你就可以过去交签了 交完费之后呢 然后就直接进到里边的窗口 他会让你坐在那个位置 帮你拍一张照片 结果过得不到两分钟 我就拿到我的全照了 你们看 我现在可是泰国的市的司机了 同志们 整个办理这个驾照的过程呢 用了将近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就非常顺利的办下来了 咱也是有这儿的人了 走 现在就去开车去 老司机带带我 我要去